好来看到县政府从1月21号到2月21号 在花年县客家文化会馆举办了 默克养性暨春节辉豪的展览活动 特别邀请到来自玉里镇的书法大师 曾兴德展出多幅书法作品 花年县政府从113年1月21号到2月21号 在花年县客家文化会馆举办 默克养性暨春节辉豪展览活动 特别邀请来自玉里镇的书法大师 曾兴德展出多幅书画的作品 曾兴德表示 借由这次的活动 默克养性暨春节辉豪的推广 将书法艺术的国粹之美 展现在民众面前 除了对台湾文化资产保存外 也达到在花年推动艺文的永续效益 瑞瑞也办了一场的辉豪 所以说使得整个南区 对这个过年的这个喜气洋洋的这个风气 有很多很大的提升的作用 人论作品以书法大师曾兴德为主展者 采用客家礼语为主题 用客家文字以书法写出来 实现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也让观赏者学习客家礼语之美 记者高双双玉丽正 采访报道